香港人喝茶食点心习惯 源起于清沫广州 香港开放初期 直至中共建政之前 省港澳三地 往来自由频繁 香港也紧跟广州潮流风气 有茶楼也有酒楼 茶楼只提供茶水 碾芯和小菜 而酒楼除此之外 更招待富贵人家的公子哥儿 飞煎召喚记者的妓女陪酒 兼且有妓女、古诗或古妓 为贵客献唱蓝音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广州的大批开眼女人 逐渐代替了盲眼的古妓 更加发展到在茶楼酒家的歌坛 献唱乐曲 早期乐曲主要演唱乐剧版本 以邦子和以往为主 激烈的竞争 促使歌坛 演唱新曲目 吸收了蓝音、龙洲等地方曲艺 以及大量民间小曲 好像彩雲追悦、抹尾花等等 甚至融合西方乐曲 成为一种具有多种曲种 鲜汉的复合曲艺 1932年6月 英国禁枪、香港跟障 酒楼再无妓女陪酒 从此香港茶楼酒楼合一 不再有界限 因而生意竞争更为激烈 为了招揽茶客 仿效广州开别歌坛 设有歌龄铸唱 而不相关的 在1949年才开完离院游乐场 亦跟风似乐曲歌坛 那个年代 男尊女卑 茶客多数是男人 难得见到女子 故似歌坛卖艺的多数是女性 她们唱女声的时候 就叫做指喉 唱男声的时候就叫做平喉 以下任白所唱的帝女花 知香腰 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白雪仙所唱的就是指喉 任劍辉所唱的就是平喉 歌坛彭彭坤 哽哽了一批技艺高超 才华卓说的女龄 好似著名的乐曲平喉四杰 当年的四大天王 小明星 徐柳仙 张悦仪 和张慧芳 成就了当年歌坛争艺斗技的鼎盛时期 她们屡扮男声的平喉唱法 成为当年歌坛的主流 形成了不同独特唱康的流派 更因而催生了一批经典曲目 好似小明星的声康 所唱的归来宴 归来宴 任劍辉的平喉康调 摆脱女儀态 而戴一般男人所母的 书生温明味 故此比真正男人唱平喉 更像风流才子 更有书生味 无学恶入 独丢离一连影 盼为我献灵星 而小明星恰恰相反 她想平喉 就戴苦眉的女儀态 仿佛一个美人 就着男妆 依慰在你身边 温柔远雨 若即若离 特別惹人愿爱 早知爱暖风 爱知满虹 就念山路静梦静梦 茶楼酒间的歌坛 就是设置在大堂的一个小舞台 台上放一个咪 歌帘在台上献歌 加几个拍摩伴奏 所用的是基本乐器 后来就因为香港的华盈杂柱 发展至中西合璧 甚至只用西洋乐器不移奏 情况就一如今日酒囊的live band 故此 听粤剧武官唱的粤曲 和歌连所唱的味道 又有所不同 当年香港设有缘曲歌坛的茶楼酒家 就有富龙 添南 棉香 高昇 平安等 全盛时期 当孔的歌连 每晚走从多间茶楼 都熟等闲日市 歌连的收入 除了歌酬之外 就是靠茶客打赏 为了将来 有些歌连 会储蓄防怒 亦有上了鸦片隐的 堪可下本身 最多的是 一如当容的一般女性 希望不如二郎君 嫁个好丈夫 但是 就因为社会保守 抛头露面卖艺的歌连 就算当孔 表面风光 也往往被社会 暗底里歧视 事与愿违 当年四大天王之一的小年星 又是最佳例子 小明星 原名邓小年 又名邓曼薇 生于广州 自幼丧父 和母亲相依为命 至少学艺卖唱 被人戏称为小明星 从此 就干脆以小明星做艺名 十六岁 已经凭献唱才子王心凡 为他所赞的第一曲 《痴云走行》 贝 宝寂寿 尹 作词 不 鱼 那 汗 而日后,另有两位名家,吴一笑和胡闻心,为他度身所赚的名曲,对他的歌艺事业,帮助得很大。 小明星,唱腔独特,唱的虽然是男星的平后,但是又带有三四十年代的女儿态。 另有一种软绵绵,容懒苦眯的感觉,今天听起来,每句歌声都带你回到那个年代的特定意境, 感觉尤其二幻似真,仿此一时间时空交错,不知身处是古是今。 小明星,一生情怒坎坷,初出道已经有大学生吹琴, 但是,又因为南方家庭门帝之见,而遭拆散。此后,小明星,或因年妙之见,或因遇人不熟, 又经历了几番为感情挫折自杀,由此至终,都未有正式嫁过人。 抗日战争时期,小明星激怒成质,五上徽病,但是仍然为抗日慷慨而唱。 1942年8月24日晚,在广州添蓝茶楼登台演出的时候,一曲秋分,唱到 只有夜来风雨送梨花一句的时候,吐血昏迷台上,逸一世世,死时年仅三十岁。 在小明星堪坑的程度上,只有大他十几年,一直为他赞曲的作曲加王心凡,是他的守护天使。 当中,长达十多年,到小明星病逝前后的关爱照顾,就是一段, 亦施亦有,如幻似真,似有若目,似无若有的一段,王年戀。 甚至,小明星死后多年,王心凡,对他仍然念念不忘。 到了今日,当年大习的茶楼酒家,月曲歌坛,早已没落。 红极一时的歌连,有些,或者得以安享晚缘。 偶尔,还以唤俏性质,是小众献歌。 有些,或者因为吸毒,晚年老祷,全部都已经老去,世去。 留下的,亦只有小明星,感情势利,前面匪测, 低回转转,心力肺肤升康,和他的妻美传奇故事。 在此时,符与已经笨伐斑白的故曲周朗会免怀唏唏。